国安本赛季发挥最稳定的内缘浮出水面,为人低调深受北京球迷,喜爱今年联赛开始之初,北京国安最受欢迎的国内球员当然就是备受关注的国足U23新星维士豪了,他也不负众望在联赛前几轮成为中超最红的U23球员,但是好景不长,维士豪在被中超其他球队研究透彻并重点盯防后, 竞技状态也呈现高开低走之势,并且还因为自己的暴脾气,在联赛中累计黄牌停赛,最后状态下滑的他也重新回到了球队的替补席上,而直到这时候北京球迷才发现,原来今年国安队内表现最好的内缘应该是一直保持低调的持中国,正是他在攻守两端的稳定发挥,才释放了奥古斯托和比埃拉的组织进攻能力, 有了持中国在他们两人身后形成的保护,国安前场进攻打得非常犀利,所以今年球队迎来了强势的爆发,在联赛11轮过后,他们排名联赛第三名,仅仅落后路能和上岗一个积分,为人低调的持中国功不可没, 其实在持中国加盟过安后,他并不是球迷最关心的对象,为师豪在联赛之初吸引走了大部分北京球迷的关注目光,而为人低调的持中国确信太平和,他一直等待着施密特的召唤,虽然联赛首轮,他并没有被施密特安排出场,所以也导致球队首轮客场三球完败山东鲁能, 而在联赛第二轮,施密特终于祭出了持中国首发,国安客场可以击败江苏苏宁,持中国在攻防,两端的表现十分强远,从这之后,他便牢牢占据着球队主力后腰位置,北京国安在中场铁腰拉尔夫离队后,一直缺少一位既能组织又能防守的球员, 所以李明在东窗围球队签下了持中国,在沿边复得效力时,作为球队队长的持中国,更多的作为球队的进攻组织者,而加盟国安后,持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变了,现在他更偏于一个纯防守行后腰,而球队前场的进攻组织由比埃拉和奥古斯托来完成,所以国安目前的中场配置在国内也算是最顶尖级的, 就连由奥斯卡和艾哈迈多夫坐建中场的上海上岗,在他们身上都占不到任何便宜,所以持中国今年的加盟给球队确实带来了质的变化,由于在国安的出色发挥,持中国也有幸被李皮像中,入选了新一期的国族,这也是对他在联赛里出色表现的最好肯定,可以确定的是, 连赛重新开启后,持中国在国安中场的位置无人可撼动,如果施密特同时启用奥古斯托和比埃拉的情况下,国安前场的张希哲和朴成将会有一人会回到替补席,而攻守兼备的持中国依然可以力压他们两人奏稳主力,所以希望持中国不要辜负施密特的信任,今下要用精彩的表现回馈教练和国安球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